朋友们你还没听说过吧 现在AI可以免费生成不限时长的中文影片了 并且可以随意变换影片的风格 不管是电影级大片 还是纯行同步的解说类影片 都可以通过简单的文本提示词 免费并且不带水银的生成出来 最重要的是今天我要分享给大家 迄今为止我用过效果最好的中文AI配音工具 里面的配音源发音非常标准 语调自然 还会带有停顿起伏 并且我还会介绍一款完全免费的 5版权音乐和音效库 只要认真看完本期影片 你就能免费创建出风格一致 中文配音的AI长影片了 先给我点点关注 马上带你上车 打开MOS Studio网站 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它是一款功能多合一的AI视频生成工具 包括文本生成影片 图像生成影片 而且是支持中文纯形同步配音 OK点击蓝色的Get Started开始按钮 来到登录页面 可以使用邮箱和密码登录 也可以使用社交媒体账号登录 登录成功会来到一个非常简洁的工作面板 点击右上角的蓝色Create New按钮 创建一个工作项目 首先我们可以改一个名字 比如我想创建一个未来星球大片 OK下面就是影片尺寸的选择 一般长影片我们选择16比9的尺寸 然后点击下面的蓝色Create 创建按钮 就自动跳转到了影片生成页面 可以看到左上角有个Shooter1 Shooter是镜头的意思 也就是这里是可以生成我们影片的第一个镜头 下面是Input Prom 就是提示词输入框 在这个面板More Studio可以添加最多10个不同镜头的影片 怎么添加呢 来到最上面的这里有一个加号的按钮点击一下 就可以看到Shooter1镜头1的旁边多出了一个Shooter2镜头2了 OK开始生成影片 文本提示词输入框呢 需要输入影片的场景描述 比如我想生成有关未来星球大战的影片 如果我们没有任何的想法 没关系 打开XGPT 在输入框里面输入 请提供5个关于未来星球大战的场景描述 需要使用中英文 OK点击发送 OKXGPT呢 帮我们生成了5个场景描述了 每个场景描述都有中文和英文 中文可以作为后期影片的一个中文配音 而英文描述就可以直接复制作为影片的提示词了 OK来到最下面点击一下这个复制按钮 把我们喜欢的场景影片呢 把我们喜欢的场景影片呢复制到文档里面 进行图像生成影片或者影片生成影片 现在我们暂时不讲 第二个按键点击一下 会弹出影片的相关参数设置 首先是model就是模型 点开下拉框 会看到test to video mouse 0.1这个模型 就是文本生成影片了 它还有两个image to video 就是图像生成影片 还有两个video to video 就是影片生成影片模型 现在我们选择test to video 接下来是camera 就是相机运动方式 我选择一个zoom in放大 下面duration呢 就是影片的时长 每个镜头的影片时长最短3秒 最长10秒 我选择5秒吧 接下来呢是motion 也就是运动参数 从1到10 我选择6来看看效果 OK 影片生成的参数设置完了 点一下上面的叉叉按钮 然后再点击右边的生成按钮 等待影片的生成 OK 影片生成好了 可以在它的右下角 点一下这个放大的按钮 播放一下影片 效果还不错 有未来星球大战的感觉了 右上角有一个退出插掉 我们来看一下影片下面有4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呢就是reprom 就是重新填写提示词 第二个选项regenerate就是如果你这个影片生成的效果不满意呢 点击这个regenerate重新生成一个影片 下面是style transfer就是风格的转换 可以看到弹出的对话框这里有动画风格 3d动画风格 fantasy 科幻风格 realistic 真人风格 pixart 像素风格 还有cyberpunk 赛博朋克风格 比如我想把我这个影片转换为 赛博朋克风格 点击选中cyberpunk 接下来是regeneration 点开向拉框 同样的有3秒到10秒的时间选择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影片呢只生成了5秒 所以我们是要选择5秒的 就算我们选了10秒 它也只会生成一个5秒的转换风格视频 接下来strength可以理解为权重 数值越大 转换成的风格呢就更加cyberpunk的意思 ok 点击下面的generate按钮 可以看到转换风格会生成一个新的影片 再来看看影片的第四个功能 lipsync 纯形同步 点击会出现两个选项 第一个是upload voice 上传语音 下面的generate voice 生成语音功能还没有开放 大概就是输入文本 直接在mos youtube这里进行配音同步 相信这个功能呢也很快就会上新了 ok 我们点击upload voice 弹出的对话框 我们需要上传对应影片的配音 也就是影片的旁白解说了 回到文档 前面使用XRGBT帮我们生成的中文场景描述 刚好就可以作为语音文本了 直接选中文本 右击复制文本 下面推荐一款迄今为止 我觉得中文配音效果最好的AI语音工具 ClipCharm 它是微软旗下的一个应用工具 点击首页的try for free按钮 自动跳转到登录页面 可以使用电子有效密码登录 也可以使用社交媒体账号登录 OK 在主页这里找到第三个功能 文字转语音 可以看到它支持80多种的逼真语音 点击旁边试一试按钮 OK 在编辑面板的左边 点击一下文字转语音 面板的右边就出现了语言和声音的选择了 点开语言的下拉框 可以看到中文有东北话河南方言 记录方言江浙话 我们选择中文普通话 声音的下拉框呢 就是配音员的选择了 选择小1看看吧 点击下面听词语音预览一下 从各种语音中进行选择 帮助创建值得分享的故事 是不是很标准 而且语调呢 是有停顿和起伏的 我想找一个男配音员 比较适合做我星球大战影片的一个旁白解说员 看看云泽的 听词语音预览一下 从各种语音中进行选择 帮助创建值得分享的故事 很不错 下面点开高级设置 可以设置配音员的情感 点开下拉框 我觉得纪录片旁白比较合适 点击选择一下 声调也可以设置 超低低中等 还有高超高 还是选择默认吧 速度也就是语速也可以调整 文字的下面有一个文字输入框 可以看到输入框的底下有一行字 最长持续时间是10分钟 这个最长持续时间是指一次性生成的结果 最多是10分钟 大概是2500个字左右的文本转语音时长了 非常够用 而且是完全免费的 如果你觉得文字输入框这里太小了 那就把上面的高级设置 点击一下 隐藏它 OK 在文档这里 把我们第一个场景的文本复制一下 回到Clip Tron 在文字输入框这里粘贴过来 点击下面的预览按钮 在浩瀚的太空中 两支庞大的星级舰队正在激烈交战 OK 没有问题 然后点击旁边的保存按钮 可以看到中间已经出现了我们的语音时间轴了 来到右上角的导出按钮点击一下 注意在这里导出来的是视频文件 所以需要选择一个视频画质 随便哪一个都可以 后面还需要把视频文件转换为音频文件就好了 用同样的操作 可以把不同影片场景的文本转换为语音 这里就直接跳过不重复这些步骤了 当我们把语音文本的视频文件全部做好之后 需要把它转换为音频文件 打开CloudConvert网站 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在首页这里选择Select File导入文件 把我们做好的三个场景的语音视频文件导进来 然后点击右下角的Convert按钮 很快我们的MP4视频文档就转换为MP3音频文档了 转换完成 把三个场景的音频文件点击download下载下来 OK回到Mod Studio 可以看到我们转换为赛博朋克风格的影片已经生成好了 点击下面的Lipsync成型同步功能 然后点击Upload Voice 在弹出的对话框这里 把第一个场景的音频文件导入进来 然后点击一下下面的这个播放按钮试听一下 在浩瀚的太空中 两支庞大的星际舰队正在激烈交战 OK没有问题 然后点击右下角的Lipsync按钮确认 来到最左下角的减号这里 点击可以缩小整个页面 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按住键盘上的Ctrl键配合滚轮来进行页面的缩小和放大 可以看到配上旁白的影片正在重新生成 OK我们不需要等待可以制作第二个镜头的场景影片 回到文档 把第二个镜头外星战场的英文描述选中右肌复制下来 在Mod Studio的第二个镜头文本提示词这里粘贴一下 OK左下角的加号放大一下页面 同样的点击提示词下面的第二个进行影片的一些参数设置 模型这里不需要改变 就是文本转视频了 CAMERA相机运动方式这里 我选择一个Zoom Out缩小 时长这里我选一个最大的10秒 Motion运动参数还是保持6不变 OK设置完成 点击插调 点击生成按钮 等待第二个场景影片生成 OK来到左上角点击一下加号 新增第三个场景镜头 回到文本 把第三个场景镜头外星文明遗迹的英文描述选中复制一下 粘贴到第三个镜头的提示词输入框这里 OK点击下面的设置按钮 在空白的地方拖拉一下整个画面 模型不变CAMERA相机运动方式选择一个放大 Juvation时长10秒 运动参数6不变 OK点击生成 缩小一下整个页面 看一下第一个场景的纯形同步的影片呢 已经生成好了 移动到影片上面我们就可以听到它的旁白解说了 在浩瀚的太空中 两支庞大的星际舰队正在激烈交战 OK第二个和第三个的镜头影片都生成好了 因为要保证整个影片统一风格 所以镜头二镜头三的影片呢 都要转换为赛博朋克风格 点击一下影片 然后点击下面第三个Style Transfer按钮 选择赛博朋克风格 其他设置不变 点击Generate等待影片生成 第三个镜头的影片播放给大家看看 是不是感觉跟前面两个场景的风格有点出入呢 没有关系 我们在转换影片风格的时候 调整一下风格的权重参数就好了 Cyberpunk时长是水秒没有变 Stress这里呢从0.5调高到0.8 然后点击下面Generate等待影片生成 OK接下来添加一个旁白解说 点击Lipsync 上传我们对应的旁白配音 战场上遍布爆炸的痕迹和破碎的机械残骸 天空中飞行器不断穿梭 OK没问题 点击下面Lipsync按钮 同样操作第三个影片上传对应的音频文件 双方势力为了争夺这些遗迹展开机展 能量光速和爆炸声回荡在古老的石柱和废墟间 OK点击Lipsync 很快就生成好了 我们还可以调整不同镜头影片的顺序 让整体影片的效果更好 比如镜头1是太空正常 那镜头2应该就是古老的遗迹 最后才是近在咫尺的军人 把Shoot3拉到Shoot1和Shoot2的中间 放大一下整个页面 旁边三个点这里也可以改变我们镜头的命名 比如我把它改为镜头2 点击Save 插掉 第一个Shoot1这里点击一下三个点改为镜头1 Save然后插掉 同样的第三个镜头改为镜头3 点击Save插掉 三个镜头影片就全部做好了 可以看到最后面有一个Export输出框 Export输出框的左边有一个小圆圈 是用来连接我们要输出的影片的 把每个影片通过影片旁边的小圆圈连接起来 最后连接到Export输出框这里 可以看到Export这里的最终影片时长 就是三个镜头影片的总时长25秒 OK 点击Export右下角的下载按钮 弹出的对话框有两个选项 第一个是Download Separate Clips 就是分别把每个影片片段都下载下来 第二个是Download Full Video 就是把整个25秒的影片下载下来 还有很重要的一步 大家有时候会忽略掉 就是添加棉版权的背景音乐和音效 这样你做好的影片才可以用作盈利 打开Pizzabay网站相关链接 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这里有超过400万数量的棉版权 图片视频音乐音效素材库 比如我们做的影片风格是Cyberpunk 我就可以直接在搜索框这里输入Cyberpunk 它就会帮我们搜索出来 点击Enter等待搜索结果 搜索出来了300多首棉版权的Cyberpunk风格的音乐 往下拉最左边的播放按钮可以预览视听 OK非常不错 来到右下角这个音乐的download按钮 点击一下把它下载下来 OK我们还可以来到搜索框这里 把我们需要的音效效果输入进来 比如需要Explode爆炸 在右边Music的下拉框点击一下 选择Sound effects就是音效的意思 OK在结果这里我们试听一下 不错点击右下角的download按钮下载下来 当然星球大战的影片我觉得还需要有一个激光的音效 在搜索框输入laser激光 选择合适的音效 右下角download下载下来 打开检印把我们导出的完整影片 和刚刚下载好的音乐和音效导入进来 添加到下面的时间轴 调整音量和倍速时长 快速跳过一下 OK播放一下成果给大家看看 在浩瀚的太空中 两支庞大的星级舰队正在激烈交战 双方势力为了争夺这些遗迹展开激战 能量光束和爆炸声回荡在古老的石柱和废墟间 战场上遍布爆炸的痕迹和破碎的机械残骸 天空中飞行器不会转缩 如果你已经迫不及待也想去试试 那别忘了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成果 希望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未来我也会继续分享最新的AI资讯 以及相关应用教程和行业更新 记得点赞订阅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你想要看的内容了 我是小发给我个关注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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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